请您继续收听 谁把利剑中拉下马的下半部分 这四种默默无言 也是老人的一种无奈 那天 爸爸陪着谢雨昕一起去剪掉了谢雨昕的如铺长发 谢雨昕怕爸爸不能接受 但剪完头发 饱经风霜的老人看完以后笑着说 挺好看的 我又多了一个儿子 当长发落地时 谢雨昕心里感觉出奇的平静 好像生命中迟早有这么一天 谢雨昕突然感到某种轻松和快乐 有一种空前的轻松感 她知道 只有彻底地从头做起 才能重新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剃头是一个让自己净化的过程 能把所有的烦恼和不好的东西都彻底丢掉 谢雨昕想到一个词 如释重负 谢雨昕理解了潘顺宝 她知道爱情是要有责任的 这种幸福更多的来源于责任 如果两个人相爱 但可能这个爱长久不了 谁也没办法将爱情进行到底 谢雨昕在决定把头发剪掉时 心态上已经在发生改变了 在谢雨昕看来 削发也是反谱归真的过程 每个艺人几乎都被光环或者人为的东西包裹起来 这次剃头 谢雨昕希望能从个人的角度直观自己 也想让自己挑战一下极限 我到底能够做什么 是否可以把所有的虚伪都放下 是否可以真正的做回自己 或者说 置之死地而后生 面对挫折 谢雨昕只想让自己更纯净 因为这是一个历练境界的过程 谢雨昕这样一个明星 为什么把那么好的头发剪掉了 难免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但谢雨昕并没有道出其中缘由 他说 我只是希望通过剪头发 让自己的心灵更加纯净 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把心理压力负担去掉 没有过不去的坎 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还原富豪逃犯沈俊林的真名了 谢雨昕心目中的沈俊林 是一个有事业宽容的人 他曾经无私地爱着沈俊林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他的事业做得比我强 还关心我的事业 做哪一行不重要 懂不懂流行音乐也不是很重要 关心我的事业 其实意味着关心我 而在内心深处 谢雨昕更喜欢有安全感的男人 经过歌谈十年的打拼 谢雨昕越来越感到家庭的重要 他把女儿从合肥接到北京上学 但他觉得家庭不只是爱情男女的关系 还需要母亲父亲和孩子的亲情 沈俊林因在立件中案涉嫌犯罪被捕之后 直到2006年1月 沈俊林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当时娱乐媒体并不知道 以化名阿宝投资影视业的潘顺宝 实为潜逃20年的犯罪嫌疑人沈俊林 2006年4月20日 某报的一则 《逃犯20年赚亿元捧红同居女星》的报道 揭开了沈俊林的真实面目 这个入主珠海证券 座庄大连博海 被誉为股市弄潮儿 资金运作高手 每天从手中进进出出的资金数不胜数 他投资影视业 投资拍摄将爱情进行到底 恋爱中的宝贝等多部有影响的剧作 他投身房地产业 建造起北京的豪华别墅小区 就是向航天功臣力鉴中行贿 把神武功臣拉下马的北京 银士达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沈俊林 其实是一名潜逃近20年的犯罪嫌疑人 同时 该报道还指称 沈俊林包养并捧红了谢雨昕 这篇报道也把谢雨昕 再次推向媒体关注的热点 该报道称 逃逸20年的经济罪犯沈俊林 捧红同居谢姓女星 并将谢雨昕的采访作为背景资料刊出 随后 谢雨昕与沈俊林的关系 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 有些媒体不时以包养一词 来形容当年谢沈之间的关系 媒体也不断刊出谢雨昕的表态 4月23日 谢雨昕在她的博客上发表 《我的一点声明》 回应个别媒体的报道 这篇声明说 到今天为止 我只在4月19日 对沈阳晚报记者的采访 说了这样的话 潘顺宝曾经是我的男朋友 但我们已经分手好几年了 关于他的事情 我不太方便回应什么 因为我现在 也有了新的感情生活 这也是我对此事 到现在为止的唯一回应 声明还认为 许多媒体转载的某报 对他的采访 是不真实的 这篇《我的一点声明》 也在博客上引来众多的评论 为此 谢雨昕对事件做出正式回应 谢雨昕在声明中说 我只认识潘顺宝 从来不知道 他还是沈俊林 我们在一起时 是真心相爱 彼此也是真心的付出 虽然我们已经分手很多年 我还是很感激 他对我的好 现在他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希望他能坚强一些 挺住 这是我想说的 虽然我也是刚刚知道 他过去叫沈俊林 可能是个逃犯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这让我有些委屈 也不公平 但我原谅他 我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好 我也感谢他在事业上 对我的支持 我认为在与他在一起的日子里 我的言行并没有伤害其他任何人 我认为在没有向我证实的情况下 许多媒体对这个事情 纷纷使用包养这个词 是不对的 而深陷淋雨的沈俊林 对他与谢雨昕的感情非常怀恋 他坦诚地说 我出资拍摄电视剧 或者电影捧红他 是一个男人的责任感 促使我这样做的 我不希望因为我的获罪 而对他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葬送了他的前程 我无法偿还 在讲述完逃犯沈俊林 和歌星谢雨昕的故事之后 接下来该讲述的是 富豪逃犯沈俊林 与火箭专家丽剑忠的故事 丽剑忠是山东日照人 1937年3月出生于农村 自幼无父无母 尝尽了世事艰辛和人情冷暖 但艰苦的环境没让他消沉 反让他发愤图强 闯出了一条 常人难以想象的辉煌道路 1961年 栗剑忠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系精密仪器设计与制造专业 之后进入美国威斯康 涅州立大学 和克拉赫马州立大学进修 1966年到1991年 栗剑忠历任航天部 某研究院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研究员 先后担任计量室主任 生产科长 副厂长 厂长等职 1991年到1994年 栗剑忠历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担任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指挥 副院长 常务副院长 1994年 栗剑忠成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 第七任院长 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任职期间 历剑忠曾组织领导研制成功 长征三号甲 长征三号椅 长征二号柄改进型 长征二号F等四种型号运载火箭 其中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 于1999年11月20日首飞成功 将神舟号就是神舟一号 试验 将神舟一号试验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火箭将它推向了全 明立的顶峰 航天医院院长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在常人眼里 能被如此荣耀和光环围绕 人生该是成功的了 但历剑中却不满意 幼时贫穷落魄 孤独无助的生活经历 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常常袭来的焦虑孤独感让他明白 一生拼搏现身的科技事业不是他的归宿 他所渴望的 是成为名利场上拼杀的时代弄潮儿 而不只是一辈子只和火箭等机器 还有数据打交道的科研人员 可是老天捉弄人 历剑中一生苦苦追寻 却离目标越来越远 1994年 在历剑中的职业生涯中 是一个关键的年份 这一年 他57岁 成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科学院的研究院院长 大权在握 这一年 他认识了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所属航天时代电子公司财务部负责人张灵英 此时 张灵英29岁 浑身散发着职业女性成熟的魅力 他对财务的精通和做事的概念 就像屡屡春风 给历剑中带来了青春的气息 从工作的角度说 张灵英距离历剑中还有很多等级 很多工作 他不应该直接向历剑中请示 可他还是越级请示了 一开始 历剑中非常不喜欢这种不遵循常规的做法 作为一名科学家 他又有些不喜欢那些循规蹈矩的人 在这种复杂心态的作用下 他默认了张灵英的这些做法 因为工作的关系 他对张灵英的喜爱 转化成父辈的关照和爱护 将她视为自己的心腹和知己 而张灵英眼里的力剑中 风度翩翩名利双收 有着耀眼的光环 他同样明白 在这样一个大型集团公司里 像他这样一个小职员 要想爬到令人艳羡的位置 是如何的艰难 他也深深地明白 大树底下好成梁的道理 他充分利用力剑中这种信任关系 从此 他的人生轨迹也开始偏袭 1999年 力剑中开始担任 长征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就在他将要在科研精英和优秀企业家的荣耀中 为其职业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之计 句号迟迟无法收笔 一生之辉煌 终于功亏一篑 事实上 计划经济下的行政事业单位领导 加上市场体制下的上市公司董事长 两种角色的复合 为其后来的东窗事发 埋下了伏笔 而直接将力剑中拉下了水的 首先是这个张灵英 1996年初 尤某和陈某想收购南洋传物公司 注册成立成功投资公司 苦于4000万元的资金缺口 两人一起找到 时任北京银士达咨询有限公司经理的沈俊林 沈俊林擅长于资金运作 擅于钻营体制的漏洞和缝隙 在从事咨询公司业务以来 也成功地进行了多笔大数额的资金运作 在业界也小有名气 尤某和陈某一说他们的计划 马上引起了沈俊林的兴趣 但沈俊林也清楚 自己并没有足够的资金 于是他便找到了张灵英 提出借款4000万元人民币投资成功公司 用于收购南洋船物 此时的张灵英有了利剑忠的照顾 已是中国航天集团火箭研究院内部结算中心主任 碍于朋友的面子 他也只好答应帮忙 在张灵英的安排下 三人在首都大酒店见了一面 西间两人把酒换盏 谈笑甚欢 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沈俊林向利剑忠介绍了收购南洋船物的情况 以及在二级市场炒作该股票赚取利润的前景 利剑忠被沈俊林豪爽的性情周到的考虑所打动 但他明白 4000万元不是小数目 万一收不回来 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并未答应下来 沈俊林到底有没有筹集到这4000万元的资金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主播播的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